OK,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登录注册呀 这个相关的功能呢,咱们已经实现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喵喵电影的一个后台管理系统该如何去做 首先呢,要有一个后台管理系统呢 我们需要有这个管理员的这样一个账号 当然了,这个管理员呢,要有自己的权限 比如说我们在管理系统当中 我们如果说是普通用户登录的话呢 它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对吧 相关的接口是获取不到的 而只有当时我们是管理员权限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获取到相应的这个接口权限 好,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具体我是如何做的 首先呢,我们的管理员和我们的普通用户呢 这个表呢,咱们就不去分开做了 咱们给它做到一张表当中 好,既然做到一张表当中呢,我们如何来区分呢 我们呢,首先呢,打开我们的这个models啊 在models当中呢,我们打开users.js 在上面呢,我们在schema当中呢 再添加一个字段啊 这个字段呢,比如说就判断是不是管理员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儿啊 给它一个类型 它是一个固执值啊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啊 就是,就是说任何注册的用户呢 它默认都是普通的一个用户啊 那这个如果说是管理员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把us admin呢 给它改成tru就可以了 好,它就具备管理员的权限了 好,这里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两个用户呢 现在都没有这个字段啊 现在呢,我去手动的去修改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好,在这里呢,我们首先修改第一条 在这里呢,我们去编辑啊 那在编辑是在这里啊 编辑我们的文档 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手动的在这里去加一下啊 is admin啊 这个第一位呢,是个普通用户啊 那咱们就给它一个false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保存 好,然后第二个用户呢 咱们就给它编辑成一个管理员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权限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is admin呢 给它设置成tru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次保存 OK,那我们再看一下结果啊 现在呢,我们就对这两个字段呢 分别加了这个is admin这个字段 对吧 来,然后呢,一个是普通用户 一个是管理员 好,添加好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那我们现在呢 去在我们登录的时候啊 来保存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否是管理员的这样一个字段啊 好,在哪里去做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users这个控制器当中 然后找到我们登录这一块啊 登录这一块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登录成功之后啊 我会把用户名存一下 OK,那挂载好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去用它呢 那就是我们需要调用这个我们后台的接口的时候 好,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路由当中呢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关于管理员的啊 这样一个路由 admin.js 好,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控制器当中呢 也来创建一个admin.js 好,这个模型呢 咱现在还用不上 因为咱这个管理员要调用的一些数据接口呢 可能都是来自于各个models下的啊 所以说这里咱不需要单独的给admin添加一个models啊 好,这里呢 那咱们接着回到我们的路由这一块啊 咱们先把路由配一下 这个就照着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users来配就行吧 把这一块烤过来 首先第一步引入我的bigpress 对吧 好,联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我的admin 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要最近的改一下啊 规范一些 好,然后呢 路由 路由中间接引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啊 这个首页啊 首页 好,首页这一块呢 咱们也是一样的 给它啊 直接啊 这些都不下了啊 好,咱们直接呢 在这个地方来调用 admin 然后 这个controller下的这个啊 我们起个这个名字吧 就叫index 好,index ok 那我们现在呢 做好了这一个呢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这个啊 控制层写一下啊 好 这控制层呢 也是比较紧张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async 好 然后呢 在这里嘛 我们去简单一点啊 send 这个时候我们写上啊 第一个就是msg啊 这是啊 那这就是管理外权限啊 那 管理外权限 然后呢 我们status呢 我们给了一个零啊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接口 然后提供一个对外的接口啊 mojo expose 好 然后呢 在这里嘛 我们去提供一个对外的接口啊 index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暂时的先增上去写 前后之后呢 我们回到app.js当中 把我们的这个index.realtor呢 给它引进来 好 require 然后写一线啊 然后写一线啊 realtor 啊 然后下面的这个index啊 index 定的啊 引进来啊 不是index admin啊 定的引进来 好 这个地方也解册了啊 这是admin ok 也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接口配下 app.use 然后呢 我们也是在 api2下面啊 去调这个admin啊 把它拼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介绍下来访问啊 来访问 那我们现在呢 配的是我们的一个 呃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配的一个根 根目录啊 根目录 然后在api 呃 api2的admin下面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访问到这个啊 访问到这个路由 然后这个路由呢 现在对应的就能返回 这样一个结果 好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接口 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啊 打开我们呢 这个postman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 输入啊 http localhost 3000 然后api2下的 这个admin 那直接就访问这个接口就行了 好 好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报错了啊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报错了啊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啊 报什么错了 他说 res是没有找到的啊 在第四行啊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 呃 第四行 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问题啊 好 没有写这个IQ IS 和Nest啊 好 这份呢 我们写上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重启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postman啊 再来测试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时候就返回了这个 呃 结果啊 就说明我们这个路由 现在先配好了啊 配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来判断 当前这个用户是不是管理员啊 是会以管理员账号进行登录的 好 那怎么判断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 呃 进入到我们接来下面这些接口啊 以后我们还会写很多 在我们这个 呃 admin管理系统下面要调用接口啊 所以说我们要先去做一个拦截啊 啊 use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IQIS和NEST 好 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呢 来做判断啊 首先呢 我们要判断的当前 这个IQ.Session下的这个 UseName是存在的啊 并且啊 好 毕竟什么呢 我们现在呢 在Session下呢 我们去挂载这个 啊 isAdmin对吧 这个如果说为tru的话呢 就说明它是个管理员对吧 哎 那是管理员的话 我们再让它进行NEST 对吧 NEST的调用就可以直 向下去执行了 如果说不是管理员的话呢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啊 做一个那什么啊 做一个那个啊 发挥啊 is.send 然后给用户一个反馈啊 就是我们MSG啊 下面是没有管理啊 权限啊 没有管理权限 好 当然那次呢 我们给了一个复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访问这个Admin这个接口下面啊 咱们都会走这里啊 走这里 然后先去拦截一下 看看是不是管理员 然后再去执行下面的接口 好 做好之后呢 我们同样去测试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先在没有登录的状态下呢 咱们去访问这个地址 看能不能访问到结果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管理权限 对吧 那么现在去回到我们找到我们登录的这个接口啊 在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用普通的账号先去登录一下啊 普通的账号 AA 密码是CC 好 我们看一下 AA CC 好 我们点击 登录 好 现在登录成功了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后台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权限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依然是没有权限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用户登录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用另外的一个账号去登录啊 我们现在换成我们的管理员 Admin 然后管理员的密码呢 咱们也看一下啊 是456啊 456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出入456 好 然后点击 这样的啊 OK 这回头我们用管理员账号去登录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有没有权限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时候呢 就具备了这个管理员权限 对吧 哎 然后那个 咱们这个后台的这个权限呢 咱们先给它做好了 好 做好权限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完成接下来的接口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去把前台这一块的一个交互也给它做一下啊 好 这次унuks Spreng 希望 字幕子上打 然后